近期人民幣貶值 可以歸因於經濟數據不如預期 旅遊需求增加等 反映到股市上 資金面短期緊張 可能大家需要小心 也可解讀為中國有機會減息 刺激經濟 無論如何 現時股市都處於整固階段 除非有政策 否則難以大範圍上升 另外日本出台半導體製造設備的出口管制措施 需要事先獲得批文才能出口 同時鼓勵7間半導體巨頭進入日本投資 其中包括台積電、三星、英特爾、美光等 有意識地吹谷這個行業 其實日本公司主要食物位在於半導體的原材料 海外巨頭能借助靠近日本企業的生產線 加快生產下油產品 可以說是互相幫助 而日本可能因此獲得一個高速發展的機會 因為經過多年的再浮再尋 難得出現一個產業可以高增長 自然會吸引到資金 尤其是半導體作為未來世界最重要的工業 地點、人力資源並非最重要的成本 反而高端材料、工藝技術、設計成為最重要的元素 在亞洲區以至全世界 日本至少擁有高端材料 可以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生產線 股神不非得今年也增加對日本的投資 主要是看中五大商社 這些都是綜合企業、業務涵蓋食品、消費品、生產線、能源、金屬、醫療等 而且目前市場率很低 股本回報率有18%至25% 每年增長20% 算是很好的投資 至於本來就已經很便宜 還有什麼趨化劑 就是開始變得對股東友善 擴大回購的規模 或是提高派息比率 以三井和三寧為例 目前都在籌備歷史上最大型的股票回購計劃 以上都是根本勝利好措施 提升股票的吸引力 尚有一個原因 相信是股神覺得台海戰爭風險高 近期都一直賣出大中華地區的公司 例子有比亞迪 01211 及台積電 順著他的思路去想 其實買日股非常合理 因為日本在二次大戰後 韓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 當時的日本成為一個大型的軍事基地 大發戰爭裁 奠定日後經濟重新起飛的基礎 如果台海爆發衝突 日本具備工業基礎成為補給品的中轉站 五大商社是可以發戰爭裁 股神買入這幾間公司 某程度上也是在對沖風險 近日股神連美股都不買 居然大舉投資海外市場 其實會否暗示美股都 選不下手 畢竟他的投資組合高度集中持有蘋果 很多新興產業包括人工智能 都並沒有涉足 風險取態偏低 現時亦向買入日股 某程度暗示對於整體股市 其實十分看淡 不者也認同股市要整體上升 目前非常困難 只能從各自公司的基本因素入手 看看是否能找到跑贏大市的股票 或者在現時地緣政治風險 利率偏高情況下 估值低而大到不能倒的公司是一個好的選擇